事實上的也是我們要找到一些它們交接的內容 可以例如說我們選擇這部件 它們都是單元體的時候 你選擇它愛叫我們的移動指令 讓它們兩個去做一個交接的部分 然後呢 之前我們在做這兩個的時候 我們會自己去畫這交接邊線的部分 那現在可以用比較快速的方式 你選擇它用滑鼠溜鍵 一個叫做所謂的交集表面 畫一個模型交集 選擇它以後呢 它自己會幫你把這交接邊線把你提出來 同樣的你選擇好一方的把這個刪除 畫一個一樣的在這個地方 你會想讓它自己把它刪除掉 可以看到它會分享 剛才圓的四分之一的部分 當作我們的方塊體的交接的面的內容 當然記得這裡面這個反面 雖然很習慣把它做的所謂的 確定表面的方向 讓我們的面會刺激刺激 那我們再強調一次 為什麼會有所謂這反面的內容來畫 其實我們後面那兩個會跟各位談到 還有什麼其他人的產品來講的話呢 以Sysha本身這個軟體的話呢 它在材料的部分 我們的正環兩面都可以上不同的顏色 就像我現在已經看到一樣 裡面上紅色 外面我可以上其他的 外面上紅色 裡面我可以上這個黃色 黃橘色的內容 那這部分的話呢 事實上你正常的任何的 產線軟體 它能接受的這個材質 跟顏色來講 都只能接受正面材料 所以如果說 你希望說你做出來的Sketchup 我們有意義的能轉換到其他軟體 能夠使用的話 麻煩你一定要把它轉換 轉換成正面的資料的部分 所以這在 我們在做一些轉換資料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你只是純粹又是一條表現的話 你貼錯面都沒有關係 可是你有考慮到要做資料交換 以後是再去做一些應用的話呢 一定要把握這種方式 才能達到 我做在實際上建議的模型 不是只有純粹模型 我可以把它裁著 不可能把它帶出去 後不然再去做一個 加強應用的部分 然後這就我們這版面 一個很重要的訊息的部分 好接著請問 我們剛剛所談的 它本身是單元體 它也是單元體 可是我們用晚點的方式 你把它轉換成所謂的元件的時候 甚至說轉變成很單純的 所謂區組的時候呢 它們兩個本身 就是在不同的環境的部分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讓它們做一些交接的時候呢 當然它也會幫你計算出 它們交接的一些內容 例如說我們一樣的 用與模型交接的部分 好了後呢 針對這個資料 我可以直接做篩除 同樣它會交接出這些邊線 可是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譬如說它把它的內容 實際上並沒有分享給這個方塊 所以呢 這部分就會變成是口文治療的部分 那當然有什麼時候 我們會遇到這種狀況 很現實的一件事 例如說 我們平常來講的話呢 我們在做一些設計的過程上面的話 我們會用到一些牆面 例如說 我們在這個弧形的牆面的時候呢 選擇它 然後我用配音指令配音出來 我利用出來的銜接 銜接好一下呢 我這裡構成面 我就可以利用退拉指令把它推下來 一個弧形的牆 總會是我用一個弧形的牆不能開口 對不對 如果我要做一個開窗戶的話怎麼辦 不過更單純一點 我這邊要做一個語言就創作 你在這裡挖一個語言 即使你用退拉指令 怎麼推它不能推 為什麼 因為退拉指令 它只針對平面 曲面實際上是不能操作的 那 我就是那邊挖一個洞 那你要叫我怎麼辦 所以這時候 你只能用我剛剛所說的方式 你用語模型交易器的部分 比如說在這地方 你可以任意的 位置你想要的造型的 斷面的部分 把這斷面 你把它做成亮體以後呢 你針對這個亮體 你可以選擇它 利用我們旋轉的方式 OK 好了 你可以針對這個模型來講的話呢 你去找到它們交接的位置 OK 你可以看到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在這裡面呢 去找到它們一些關聯性 利用所有的模型交集 然後把側邊刪除 這邊可以刪除 你可以看到 這個面 我就可以刪除 同樣這個面可以刪除 它就可以把我們交接的面 分享給它 所以達到我們想要挖洞的這個目的部分 OK 好 那了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同樣的 我們在談到所謂推拉指定的時候 那時候一直特別跟各位強調說 麻煩你 你要做一個推拉指定的時候呢 你要這邊挖一個洞 記得一定要推到底端的邊線 對不對 那所以這邊強調 那當然有人就比較貼持 他說 欸我就喜歡推到 不會 當然可以啊 只是說你要挖洞的話呢 麻煩你要多自己的步驟 就是說麻煩你去計算出 它們交接的邊線 模型交接的部分 把這個不要部分刪掉 同樣的把這個面罰做一個刪除 OK 這樣你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地 只是說你要多進步驟去操作而已 OK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當然如果說 我們要做一些比較特殊的物件 的話呢 例如說很簡單 我們做一個傳統建築的部分 好 有一個建築物在這個地方 我要做一些 類似於說廟宇啊 或者一些 無形的牆 無形的屋頂的話呢 我們怎麼去建築的部分 例如說我在這裡一樣的畫一個圓舞 好 然後呢 針對這個圓舞 這個邊線 我們利用複製的方式 你用移動它沒辦法移動 如果說你移動的話 這個整個會變形 所以你可以用複製的方式 把這條邊線加以利用 選擇它 我們再利用所謂的偏移指定的方式 把它偏移出去 好 以後呢 給它我們想要的厚度的一個 斷面的部分 那利用厚度的一個斷面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什麼 預測 入境跟水的部分 我選擇它 而且我們入境跟水指定 也選它 然後呢 針對這些資料呢 我們要做這個邪惡點的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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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大 最大的指定的話 會比較好 好 好 再說我們做一次 例如說這裡畫一圓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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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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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2 2 3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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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OK,你可以看到這邊做出來來講,比有任何的繪製來講的話是更精準的部分 當然中環臉它是反面,所以你可以正面它拉下去 OK,這樣的話就是正面這樣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當然我們平台來講,可能就是在做一些設計 設計的過程上來說的話呢,我們做一些比較特殊的造型的話呢 例如說,我們選擇利用這個建築物 建築物來講的話呢,可能我在這裡也許開一個面 挖一棟挖掉 好,然後呢,我們針對它的造型,我再去做一些皮的部分 例如做吧,用一個斜形,一個這種造型 這種造型以後呢,假設 它的材料呢,我們又是一個特別一點 它是一個玻璃和木槍的建築物 OK,好以後呢,讓我們的樓板怎麼辦 樓板,其實現實一點,我們這每一個神樓板大小不一樣 位置不一樣,對不對 那怎麼辦,可以慢慢畫 那你如果說會有這個工具的話呢,很簡單 我們選擇它把它當作一個獨立的物件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圈組的架構 然後,接著我們針對我們的樓板面呢 你可以很簡單的利用我們 剛才所學習的交集的概念 這裡把它做一個樓板Hold住 好了以後呢,針對它 每一層樓板都可以附置 OK,在這個地方以後呢 每一層樓板都可以指導到它們交接的位置 所以呢,再去做一個羽毛性交接的方式 好,後來把一層樓板也要散掉 一層樓板也要散掉 我們的樓板就藏在這裡面 OK,它就可以達到我們 很快速的去計算出這些內容的部分 如果你傳統的方式,你要自己去找這些指令 所以你會善用這種方式的話 甚至於說 我們有告訴各位怎麼去做一個球 可是這個球永遠都是小白球的不可能 假設很簡單,我要做個小皮球怎麼辦 很簡單,你在這地方 一樣的在這裡,我把這個球把它做出來 球做出來以後呢 例如選擇它 阿翔的路徑的水指令,點它 有這顆球 那可能球不會是用的,或是白的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要做一根籃球怎麼辦 很簡單,你把這個面 我們要交接的這個切割面呢 你把它變成一個群組的概念 為什麼要變成群組呢? 當然你用單元也可以 只要到你要散比較不方便,你散除它 所以如果說我變成一個群組的話呢 我就可以利用 像一個卡線的方式 可以看到實體看不到 這個變成可以看到 接著我們利用這個資料呢 還向我們選擇指令 找到我們想要的交接的圓心 去做這些複製的資料量 按個操作鍵 複製360度 分成十 三個分 十個分 OK 好,然後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實體把它顯示出來 藉著我們去計算 去交接的變一些 模型交流 OK 好,然後呢 把這個面子把它散掉 你可以快速的把我們發出色情區 一起散掉 散掉好以後 這裡就可以上不同的顏色的部分 所以這樣就可以滿意 比如說要做一個小籃球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 甚至你要做籃球 就上面要做一些很多的氣 OK 好,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利用 剛剛所說的一個 所謂的 模型交接的方式 去戒指你想要的一些模型 好 先到這個地方 把你們切回給各位 看各位各位的形象